面团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着发酵 对 天气越晚发酵的时间相对的就会越长 那它到底有没有发酵 我们就看它有没有长大 本来面团小的 它如果经过发酵它会膨胀变大 OK 来 去接着 刚刚的面团 刚开始做了嘛 那怎么做呢 来 看这边 这个是一个面团 我从中间挖了洞 让它变成一个像大的甜甜圈 这看有出来吗 好 然后呢 我这从中间把它剪断 切断 用手捏断就可以了 然后捏断以后 它这边有固定的长度 就分断 分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这个有没有问题 刚才我说的这种分法 可以维持面团的精度 烤的时候比较不会断掉 好 来 这个下一个步骤 分断完以后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就可以开始了 这是脑 这是肠 对 麻烦 对 麻烦